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今天我手邊住不到一個月新家的電腦零件 他們又要準備半價了 那麼今天要介紹的這個牌子呢 不說大家一定不知道 其實我等這個牌子很久了 舊標題所見,這個牌子叫做NZXT 這牌子來自於美國,而且還算知名 那為了說我等它等很久了 因為早在最一開始,還沒見這個頻道 整天想著要主人生第一台做記的時候 我就知道NZXT這個牌子了 而且...我非常想要用他們的其中一款機殼 這個型號我還記得,叫做S340 而且我應該不用說任何話了 等我的觀眾就會知道為什麼那麼喜歡它 你看這個方正白色的燒包控 從小就養成了 只是...小時候組電腦的願望一直是個空想 當時還是個窮大學生 那我先前組一台電腦啊 於是後來我決定買一台相機 從可以花最少錢的童年電腦小改造開始做影片 到後來稍微有點收入了 就開始買一些二手零件大改造我的童年電腦機殼 到後來越做越大 直到今天,我從小就在夢想的機殼廠商終於來找我了 我做了那麼久的影片 等待的就是這一刻啊 買不起機殼沒關係 只要努力做影片 讓機殼廠商看見你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阿澤的勵志故事 那麼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也喜歡這個牌子的話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 喂! 你要被廠商打死了啦 只不過今天我們要開箱的 不是S340 而是幾年後更新更好的型號 H710i 好,大家也一定注意到了 這個箱子是這種大紫大白的配色 因為紫色算用GST的代表的顏色啦 真的是沙包牌子一個 只是這款H710i是沒有紫色的款式啦 不過也沒關係 你看看這個 它些什麼 不過你看 雖然從這裡看 它好像是幾乎全白的主機 不過從這個角度來看 可以發現 其他內部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所以你不能說它是全白機殼 它比較像是一咖黑白機殼 從他們網站上一半黑一半白的顏色 是也能看得出這點 不過在那一部一片黑色裡面 有一整條白色的裝飾 由上到下 哇! 整個宇宙不同的感覺又更強了 那這裡角度兩邊 有一圈一圈金屬散熱孔的設計 背板的地方也是這樣處理的 而整個正面板 跟IO連接處這裡 就真的除了剪夾還是剪夾了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看過 沒有reset的孔機殼吧 不過往另一個角度想 你要強制重開機 也是可以查按這個電源鍵來關機 然後再開機啦 過程雖然費時了些 不過可以省去一個按鈕 換來一點剪夾啦 而旁邊有兩個 穿通USB 3的引擎接孔 而且你們仔細看的話 它這邊是用NZST的主題紫色 那它還附一個Type-C接孔 very nice 跟這個耳機麥克風結合的音訊孔 好 這也是我第一次開過 二合一音訊孔的機殼 你們看過的機殼 不都是兩個音訊孔嗎 這個真的是能剪接就剪接耶 不過原廠有附1分2的轉接線啦 有需要獨立麥克風孔的話 再借轉接線就好了 好啦 該來的還是得來 在拿開這邊厚厚的槍花玻璃之前 我知道大家在喜愛什麼了啦 然後我是每次在試之前 都要先講一頓畫室嗎? 啊 我講完了 而且你看 雖然這款H70i只有黑白紅三種顏色 不過它還是會在一些細節處 用這個掃包紙來填綴的 那麼身為一開個頭不小的中塔機殼 裡面這個當然是可以塞到eATX的大小 而且不可少的 就是顯卡這裡也可以給你直立著放啦 只不過顯卡的直立底座 也是要跟NZXT另外買的 這次還沒跟NZXT要 還是只能先換著裝了 那這個地方也是可以拿來裝兩顆2.5吋硬碟的 側邊這裡也可以裝一個 只是你以為它的內部就這樣而已嗎? 哼哼看來就太單純了 看到這個暗藏的裝置沒有 這個官方稱它為Smartify 智慧裝置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中控台 一個掌管風扇與燈光的中控台 沒錯 我指的燈光是RGB那種 應該說更好玩的ARGB 這個我們等一切裝後再展示給大家看 不過你可能會問 可是這機殼拿來的燈光 風扇那些的也都沒有啊 哼哼 這個等一下亮機之後你們就知道了 那我背板的部分 其實它很貼心的 只要按下這個按鈕 它就可以直接打開了 因為它除了有給你竹線的整線厚度之外 它甚至設計了這種勾槽 讓你可以更方便的固定整理這些線 旁邊這裡又有兩個2.5吋硬碟槽 底下這裡我們先把工具拿出來 這團的線是等一下要接到主機板上面的 它很貼心的先把它捆了起來才不會亂掉 那這個工具組裡面就是工具人必備的說明書 這些螺絲什麼的不僅有分類之後 它上面還寫說是哪一個螺絲 非常的好 那麼也附了幾條束線帶 跟我剛剛說的音樂分接線 那剛剛塞這些東西的地方就是這個3.5mm的 我在講什麼 那剛剛塞這些東西的就是3.5mm的硬碟槽啦 雖然對我來說是夠用啦 只是一個這樣大小的技殼來說 只能裝兩顆3.5吋的HDD感情是有點少的 這個喜歡在電腦放大量小姐姐的要注意一下了 總之外觀部分差不多介紹完了 那麼現在要進行最厭世的部分了 來搬家囉 我覺得我真的該爭 因為負責拆裝天腦已經進了小幫手了 負你實際我也願意啦 累死了 那其實我是一度想在這次把這個CPU塔散一併換掉啦 我覺得再不換掉就要被你們幹翻了 只是 再待我一下啦 別的廠商的東西我不敢在這個時候換 快了啦好不好 真的快了 欸 我錄音到一半 它給我自動更新 那我接下來我的錄音檔要怎麼辦 喔 nice 這個NZST解決了我的噩夢之一 終於有機殼常願意把前面板的線給整合起來了 所以我就讓自己接上去就好了 太爽啦 其實這咖機殼H710i 它加這個i是有意義的喔 NZST還有另一個型號叫做H710沒有i 這我猜機殼裡面有沒有我剛剛說的Smart device中控台啦 機殼連也少了一個等下大家就知道的東西 那我NZST其實主打了三種大小不同的機殼喔 我這個H710i是最大咖的 除此之外還有中等大小的H510系列 這款也可以直立顯卡 還有最小的ITX規格的H210系列 所以這幾款也都有黑白紅三種顏色 也都是方正剪輯類型的 喔 有夠喜歡 好 看來無法逃脫一個事實了 那就是每次煮電腦 我都一定會從白天煮到黑夜 我今天已經提早一個小時下去煮了 細細滿滿的以為煮完還可以是白天 我連搞都得好好了結果都完全沒用到 好啦 不過這咖機殼其實我也是花了比猛多的時間去煮啦 因為你看不管是剛剛的背板還是這一條東西 其他預留給我們的整線空間是真的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好啦 那就多花一點時間去整線好了 盡可能讓我用電腦的時候看到的線越少越好 不過重頭戲都還不在這邊 總之我們就先接線開機吧 好 現在大家知道為何我要說開機後才是重頭戲了吧 因為這個就是HT10i的特色之一 它在低調簡約的白色機身中 暗藏了兩條每顆LED都能獨立運作的ARGB燈條 這些燈條也能串接更多的燈條去做擴充 而默默控制這些燈光的就是這顆Smart Device啦 它是透過SATA供電還有USB 2.0去連接主機板的 也就是說你的主機板沒有ARGB接孔也沒關係 有了Smart Device 你就可以隨時來一場燈光饗宴 而且連接日多支援Smart Device的裝置 像是NZXT的燈條、風扇、水冷設備等等 就越能享受燈光同步帶來的享受 那沒錯 這個就是控制這些燈光的軟體NZXT CAM 除了這個之外 你也能用它即時監控電腦的硬體狀態 有點像是美化與精緻版的工作管理人 那你也可以拿它調節風扇轉速還有超頻等等 我覺得都還蠻實用的 總之以上就是NZXT H710i的裝機體驗啦 其實在它亮機之後 我就一直有一種感覺 那就是這款機殼能發揮的潛力真的可以很大 雖然現在看已經很瞎趴了 但倘若我再換個RGB風扇 再換個RGB水冷排 再換個RGB顯卡 然後直立起來 再加個幾條燈條 這個公害程度 恐怕環保局都要過來插水錶了 重點是無論再怎麼閃 它在另一個角度 永遠都會是這麼的白鏡純潔 我想 這就是悶燒的極致吧 唯有去認識 去探索 你才會知道 這些人的內心 都有他們專屬於自己的 五彩繽紛的小世界 到你去看 台主委 我看出這件事 是書機是 好的 Prague 第一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